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4月17日 已經是星期一了 相信很多網友都買過股票 有些 股票 本身可能沒有什麼嚴慕 但是 很多莊家出來吹噓 說會怎樣好 不斷叫大家買 結果升到上去差不多的時候 突然間就散貨 然後 不斷下跌 甚至乎一天跌九成 這些情況 我們香港人就叫做微信女 很多人就透過微信 或是透過不同的渠道 或是透過 莊家唱好來散貨 這些 會被認為是一種詐騙 又或者是金融騙局 但是大家有沒有想過 如果這個是一個政府行為 那怎麼辦呢 其實 中國曾經出現過這個情況 現在 可能會 再度出現 差不多在一百多年前 大清帝國的晚年就發生過一次 因為當時的中國政府 當時的大清政府 就是把一些垃圾股票 變成 拿了當時的人民的錢 就是用這些股票套著人民的錢 結果 使得 政府被人民推翻 原因是大量的損失 大清末年 四川總督 因為政府沒有錢 所以 成立了一間 川漢鐵路總公司 用這個很高的回報去吸引人 結果 大量的 地方的有錢人 以50兩股的方式應購 當時買股票 當時又建一條四川去到武漢的鐵路 就是川漢鐵路 後來的 郵政傳播大臣 成孫懷 以債養債 準備向外國借錢 建別的鐵路 抵押品 就是之前 要許諾給川漢鐵路公司的優先捉路權 本身這個優先捉路權 是給川漢鐵路的 現在 他 就是把這個捉路權拿來做抵押品 為了完成這些外債的借貸 姓孫懷就翻臉了 把川漢鐵路收居國有 而地方人士 覺得被騙了 有沒有搞錯 我們買的股票你告訴我們 回報告訴我們 會升值 現在不單止沒有 還要傷我們修歸國有 就是找我們品 結果 奮起反抗 之後大清政府 派 武漢的部隊進入四川鎮壓 好了 這個 或者叫做補路運動 我們明明是我們的東西 為甚麼你侵吞 結果爆發革命 之後 新海革命爆發 股票被圖空之後引發的革命 是有先例可言的 我們現在說一下 這次 中國政府 好像也想搞類似的 是搞甚麼呢 就是因為現在他們有 中國的經濟學家 他 就是 提供了一個方案 他說 如果中國國企 每升1% 其實就會帶來很大的回報 為甚麼呢 因為原來現在中國國企的資產超過300 300萬億人民幣 300兆 如果資產回報升1%的話 就會多3萬億 這筆錢可以彌補財政開支 以及 土地拍賣不成的財政缺口 由去年5月開始 中國國資委推出 關於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質量的工作方案 制定到了2024年 全面驗收評價 方案有股權的刺激作用 也有ESG考核 有利於央企提升股值水準 基本上可以重新 去評估股票的價值 活化資產 如果繼續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 以及拼購重組等資本運作 引進戰略投資者 例如民企來參與 這些國有的股權的流動性和股值水準都有望進一步提升 投資者從這個角度去推敲 其實 即是猜得到中國政府想將他們手上擁有的國企股炒起 然後就把股票賣給人民 中國政府就可以解決沒有錢的問題 為甚麼這樣說呢 因為 現在的中國人民儲蓄率越來越高 為甚麼呢 因為覺得沒有希望沒有前景 大家都不想花錢 寧願儲蓄那些錢 欠銀行錢的 趕快還了他 不想負利息 因為知道銀子越來越 越來越少 不想付利息 這個情況就是像美國的 滞賬 或者是通縮 滞賬也不能夠這樣說 應該說是通縮 現在的問題就是 現在中國政府 已經想到了 不如我們把那些股票炒上去 炒上去就可以 賺大錢 跟這些老千股有甚麼分別 分別是一個政府行為 我們 就看到 中國政府其實是透過一些 類似剛才的經濟學家等等 不斷出來唱好 在 今年 3月初 瑞銀發表中國A股的策略報告 認為中國經濟好轉的背景下 中國家庭今年上半年將有人民幣6000億元資金流入股市 有機會 推波 進一步推升 一個新一波的大行情 當然大家都覺得 這個瑞銀可能是收了黑錢 中國當然是收了黑錢 瑞銀報告最後指出 只要存款的增長開始減慢 以及消費者信心恢復 資金就會流入股市 而且會加快 但是問題 基本上 這個大行情發生在 2015年 即是8年前 好 瑞銀現任中國策略師 其實知道他自己在做甚麼嗎 因為 當時 其實中國股市 崩跌 也是因為 有一大群基金經理 被捉了 為什麼 當時就是 狂升 然後暴跌 也當時被稱為金融政變 中國政府定義為金融政變 是江派想用來 用金融政變去威逼習近平 結果現在又來一鑊 又來一鑊就是把股票 衝上去拉升 實際上 可能又有一波大跌 為什麼這麼說呢 現在的中國環境十分之惡劣 大家都知道 為什麼沒有消費 為什麼人們不肯花錢 因為中國現在沒有錢 很多人民不肯花錢 其實是看到沒有希望 但是政府由於 經濟不好 出口不行 失業率太多 然後居民寧願把錢存在銀行 不肯花錢 不肯用 不肯投資 也不肯借貸 這樣的經濟 是會一個 一個很大的惡性循環 為什麼 大家都不捨得花錢 不捨得花錢 國企看到這樣 唯有賺不到錢 公司倒閉 財源 減薪 將規模縮小節節省開支 那麼更加多人失業 更加多人失業 手上有錢的人更加不捨得花錢 更加省住 更加儲蓄 高儲蓄率就會造成一個情況 就是寧願的人放在銀行 都不肯拿出去用 結果 整個國家 就會崩潰 美國1929年就是這樣的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甚麼呢 中國政府 在 消費推不了 樓市也救不了 為什麼 大家沒有信心買樓 誰有信心買樓呢 當個個都沒有信心買樓的時候 現在中國政府就想到一招了 不如炒起個故事 放些好消息 讓外資 幫忙唱好 高盛 大摩 細摩 瑞銀等等 花旗 不斷出來唱好 中國 股市如何好 股市如何好 大家要買了 其實就是中國政府在後面做事 想發工 希望透過 股票上升 然後慢慢慢慢滲出貨 讓人 在銀行裏面的存款 拿出來買股票 吸引他們的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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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現在 一個情況就是有機會大家去追國企股 結果 做了大閘蟹 這些情況 如果是一些私人的莊家 或是外面的 古壇大岳造 就會被形容是詐騙 但是如果是政府行為怎麼辦呢 死火了 大家剩下的錢 都被政府困了 把手上 銀行裏面的存款 拿出來買股票 最終會有甚麼結局呢 最終 就是連這班 最後的人都死了 中國政府拿了一筆錢 其實可以花多久呢 最近你說存款增加了十幾萬億 這十幾萬億都放在股市上 中國政府已經套了十幾萬億了 你一看到這樣 人們還不害怕嗎 你中金出貨 其他政府出貨 你猜那些人不害怕嗎 沒有可能不害怕 到時 大家互相拋售 狂沽 股市就會大跌 到時 就一發不可收拾 因為這次 是指不住的 政府也拋貨 人民 哪會信得過你 使得 市場上 還有錢的人 也可能沒有了 這筆錢 集在股市做大集派 更加沒有錢 誰敢消費呢 股市好的時候 每個人都如此 走樓要排隊 股市不好的時候 走樓也沒有人排隊 人們去食量送飯 這是香港的寫照 大陸更加慘了 大陸的飯也沒得吃 大家有沒有聽過餓死人在香港 香港很難 怎麼也有飯吃的 但是大陸 就出現在深圳 出現在東莞 出現在上海 現在連浙江 江蘇這些地方 都有一些學生歌 或者新畢業出來的 找不到工作 是餓死的 剛剛發生在上海 他發現的時候 屍體已經發臭 不知道的 不知道是甚麼事的 一個人躺在街上 沒人理會了 原來死了 原來餓死 這些情況 大家不會覺得 在和平時代 這個發展 因為現在中國是發達國家來的嘛 脫了貧的 習近平說 為什麼會餓死的 還要是上海 深圳的大城市 也要是餓死 說出來 誰可以接受到呢 是不是 所以我們也是奉勸大家 即使 大陸的股票炒氣 大家千萬不要中計 你一追了 你就是股東來的 而且你就是永遠的股東 因為現在 政府似乎想 扯高股價來出貨 現在的中國政府 做了微信女 這節我們先說到這麼多 希望大家小心 不要中這些陷阱 錢一定要離開香港 離開這個銀行體系 這樣 接下來 即使大風大落 你也可以避過 否則錢在香港 一個浪貪過來 可能沒有了 我們真的是肺腑之言 聽我們節目的朋友 我們也希望你可以避過這一劫 這節時間先說到這麼多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 訂閱Patreon 多謝大家 拜拜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座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 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暗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暗金了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裡住 都覺得挺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紀裏面 已經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有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以及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會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可能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成為 沒錯 以後我們都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